老师,开播了不是有画面吗? 好的,已经开始了。 来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起风了毕业季主题直播。 我是今天的活动发起人博远。 然后那个灯灯的声音可以关掉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弹幕上。 大家早上好。 好,我来看一下啊。 这是谁的手机,那个灯灯,微信关一下,谢谢。 声音太小了。 声音太小了。 现在能听得见吗? 声音太小了。 啊, MAYOR。 好嘞。 好. 啊。 现在先不戴耳机好了 OK吗 好 好 那我们正式开始啊 不知道大家昨天网上有没有看天赐的声音 因为 昨天是演唱了一首 对我来说还意义比较特别的歌曲 《起风》了 然后这也是自己 算下来应该是第五次 公开有机会 能够演唱这首歌曲了 然后这首歌它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 很特别 因为我们 然后这首歌它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 很特别 因为我们 就像我在节目里提到的 我从创造音毕业 开始intu1 也是这首歌见证了我这段旅程的开始 然后再从intu1毕业到现在自己开启 solo之路 也跟这首歌 就是碰巧的撞在了一起 然后也 通过它带给了自己一些力量 还有鼓励 然后我也 其实当时能有机会唱这个歌 在昨天跟西林一起 所以想通过这首歌呢 把自己当下对这份新旅程开始的一些感悟 还有力量通过这个歌送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 好 回到今天的话题 今天在毕业季这个档口 我会发起这样的直播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知道其实在毕业季的时候 大家也一定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还有面临很多的建议 就是耳朵边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大家也一定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还有面临很多的建议 就是耳朵边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时候其实 人一定会陷入迷茫 因为我当时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 可能不止大学毕业 高中毕业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其实到了工作之后 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 对于自己来说 他也是毕业 不一定是说从学校毕业 他就是毕业 当每个人在告别自己人生某个阶段 可能是工作了两三年的环境 或者是说跟一堆熟悉的朋友 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 当告别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毕业 因为你要告别熟悉的一个环境 去迎接新的人生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有必要发起这样一场直播 然后请到我认为在各自的领域 有非常有专业建树的老师 来给大家不能叫建议 提供一些参考方向 建树的老师 来给大家不能叫建议 提供一些参考方向 实话实说 我认为一场直播 其实不能从根本问题上去解决 大家毕业的各种困惑或难题 但是我觉得人呢 在困难的时候 比如上我 我在陷入困境的时候 我在迷茫的时候 如果有人会站出来 给到我一句简单的鼓励 或者是简单的问候 或者是拍拍你的头说 没关系 先冷静下来 这样一句简单的鼓励 我觉得在人陷入迷茫的时候 都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直播 应该发挥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 今天这场拍拍头的活动 要拍12个小时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应该准备好了 首先我要感谢接下来 各位嘉宾能够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 来到我的直播间 和我一起陪大家聊 关于毕业这件事 为大家在毕业这条 在毕业之后的路 这件事情上 提供一个选择方向 大家会从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专业 来给大家各自的见解 所以希望今天这个直播间 能够陪伴到大家 如果选择方向 大家会从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专业 来给大家各自的见解 所以希望今天这个直播间 能够陪伴到大家 如果今天你在这个直播间 能够停留超过一分钟 我觉得我就赢了 好 在直播之前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杭州遥望 提供了我们的直播场地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今天前面聊了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会为大家请到的老师 分别是 这个要正式的 是有王三教育集团的董事 烘培领域创业天使投资人 王子老师 第二位是我们的清华苏世民 学院业界导师 李欣欣老师 第三位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十二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贾敏杰老师 第四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师 带景老师 然后是专业的律师秦玉宾老师 接下来是毛格平总校校长汪丽群老师 接下来是 嗯 怎么开始说话了呢 你 好 你说你闭嘴我来说 接下来是 重力把青年团的成员赵小彤还有赵一博 资深创业者宏观广告创始人 王燕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 同墙医生 秦硕朋友圈主编水水老师 最后一位是拥有十余年经验的HR专家 韩文华老师 那这是接下来 今天会出现在我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们 再次感谢本次直播的 赏地支持杭州遥望 感谢遥望的小伙伴们 那今天呢 除了我自己以外啊 说实话 我自己称12小时 赏地支持杭州遥望 感谢遥望的小伙伴们 那今天呢 除了我自己以外啊 说实话 我自己称12小时 我有点慌的 我今天会请水水老师 还有王燕老师 他们分别会帮助我 我们一起共同主持这场直播 让我们先来欢迎水水老师 水水老师 就请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 水水老师呢 就是刚刚我们的嘉宾名单当中 秦硕朋友圈的主编水水 那今天水水老师呢 除了和我一起 在完成这场直播主持的同时呢 今天晚上8点20左右 我和水水老师还会关于 治愈自己这个方向 来展开一些探讨 对 那我们今天先开始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吧 在开始之前 咱把耳机戴上 因为我们要连麦了 左耳 左耳 好 稍等啊 我先把声音关掉啊 好 水水老师和我呢 第一个环节我们会连线 王子老师 就是我们之前 好 水水老师和我呢 第一个环节我们会连线 王子老师 就是我们之前 刚刚提到的 对 我们的王生教育集团的董事 我们的烘培领域 创业天使的投资人 王生 王生老师 今天呢 跟王生老师 我们会 哦 惨而已 我们跟王子老师会聊到 毕业即开始 这个问题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连线一下 连线一下我们的王子老师 嗯 王子老师在哪里呢 好 我们要点他对吧 嗯 接 王子 哎 你好 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耳机里面 和我们的直播间的声音呢 会有稍稍的延迟 所以你听到我们的说话速度会稍微慢一些 实在不好意思 好 没问题 好 那王子老师 你好 我是 博远 你好 这位是 水水 水水老师 王子老师好 你好 好 那王子老师 请就毕业 即开始这件事情 我们想听听 关于您的分享 嗯 我觉得 其实 呃 前 就是 上周前 我接到了这个东西的话 我其实想一想 就是如果我 给我 曾经的自己 毕业的时候 说的一些话 所以我为什么 今天内容 就是这么准备的 就是未来如果我 回到以前我毕业的时候 我想对自己说什么话 就是因为我也在 创业 也出国 又留学 又回国 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我今天其实 虽然是对大家说的话 其实也许是对我曾经的 我说的话 所以都是自己的一些 内心的分享 因为我自己的话 跟别人不在一样 我是做学习面包 然后从去国外学面包 到现在 回国 然后自己带领中国 国家队 又拿到了世界冠军 然后自己也在坚持去比赛 今年十月份 我还要带队去德国比赛 我刚留学的时候 学面包别人 我同学都会嘲笑我 因为我之前是上大学的 然后去国外 别人都是读措施 或者去上金融管理 但是他们说 为什么你去学面包 所以我为什么来说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很迷茫的 其实 如果你过了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你再回看当时 你发现 你是有无限可能的 就只不过你 当下的一些状态 那其实当时 老师在毕业的时候 毅然决然的 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心里是出于 自己对面包行业的喜爱 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是主动的和被动的 其实刚开始的话 是我们家里面是做面包的 我们家里面是做烘焙学校的 但是刚开始的选择 其实是有点被动的 我是从被动到主动 去完日本之后 我发现 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的 就像我们选专业一样的 很多都是被动的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家长可能 对我们有很多的希望 但是当我被动之后 发现我的选择 是这个方向 我已经选择了 所以我就要奉力一搏 然后渐渐的喜欢上面包 黄德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可以听见的 就是我是一直说 还是您问我回答 对我们听完 根据您的分享 然后我们跟您的分享 提出我们的想问的问题 或者是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经历 好的 我当时是去从中国 我在大学学完日文 毕业之后 我回国之后 就是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茫然的 就是等于是我当时 一个人背了一个行李 到了日本 就是很迷茫 当时我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在这个学习 就是学语言 然后我渐渐的发现 我去了很多的面包店 我发现任何一个专业 其实你只要足够努力 是有机会去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可以慢慢的打工 然后边工作 然后边在面包里面学习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 自己渐渐的喜欢的面包 其实现阶段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你当下 你到底是否努力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会抱怨 可能一些选择 可能是一些方向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是否做到了 你是在你现在是最努力的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 就像现在 我是每天保持五点钟起床 然后起来学英语健身 然后因为我又有一个 自己的新的计划 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 我的英文很差 所以我学了日语 去了日本留学 但是我回国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创业了 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司 然后我自己走上了 不得不面对我曾经的弱点 就是因为我经常去法国的大使馆 美国的大使馆 然后参加很多的一些活动 我无法用英语去交流 我日语虽然很好 但是日语很窄 所以我现在又被迫的 自己开始努力的学英语 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四年之后 我还可以去美国 在留学 短期留学一段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 毕业是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是不断的毕业 不断的开始 因为毕业这个词 大学的毕业是代表一个 从青春走向成年的一个开始 其实我们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个毕业 没有错 这个其实我们在直播间 小直播间的小伙伴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提过 在人生每个阶段 不论是工作 或者是每个不同的生活阶段来说 可能告别过去 就是跟过去的一段 怎么说毕业 它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对刚刚王子老师分享的这段经历当中 我们听到他其实我觉得他说到了一个大家很在意的问题 就是如何做出新的选择这件事情 王子老师刚才也提到 就是当下的你是否真正的努力了 面对你想要的一切 你是否去做了匹配 那个环境当中你所具备的条件 像王子老师 他因为他要去闯荡世界的就是面包文化 那他就需要去跟更多外国友人接触 那在这样的技术上他会发现自己在语言上的弱势 那他就会在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 让自己在这个方面慢慢的进步也好 快速进步也好 就看自己的时间分配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从这一点 你会发现不论是在每一个行业的人 他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走到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面对自己想要的一切 依然是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才可以的 对 王子老师你可以继续分享您的故事 好的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去了日本之后 其实中国的面包国家队是很弱的 跟足球差不多 然后我当时每年都会看着中国队去日本比赛 然后每次比赛都比的不是很好 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说我反正在这个转学领域内 我就要回去 我虽然 我虽然就是没有像我同学一样的去学金融 去学这个管理或者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就努力的在做技术 所以我在日本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就包括一些日本的美国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只要在你的领域内做到最好 就有机会挑战 所以我之前回国之后 我自己创立了一个培训机构 因为我们家是学校 所以我就创立了一个培训机构 叫做面包研究社 我是第一次创业 然后我当时就是提出了目标 就是我要三年之内带领我们团队拿到世界冠军 然后我们每天就不断的去教课 我们做技术 然后我们真的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代表着中国队去德国去比赛 当时我们的团队拿到了冠军的时候 我当时是热泪盈眶 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专业不重要 你在任何专业你只要做到top one 你可以跟所有的top one都可以对话 就像我那次在日本大使馆 我跟这个日本的大使在聊天 我说我之前在日本学面包 其实我就是想让中国能打败你们日本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很特别 我觉得我中国之崛起 是所有细分里面崛起 如果有一天 无论是做面包的剪发的 或者是做木匠的 或者是尼瓦工 都能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就更厉害了 我自己虽然带领了团队成为世界冠军 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成为 所以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参加比赛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能教别人成为冠军 但是自己成为冠军 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保持每周还在做面包 我想成为 全世界就是 做面包最好的人 然后 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得了世界冠军 我想用中文 想用日文 想用英文 来叙述我夺冠的有多不易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成为世界冠军 也只是开始 我参加过三次比赛 我第一次比赛的话 拿的是中国第三 第二次比赛拿的是中国第二 我以为我再参加一次比赛 我就能成为中国冠军 能去世界比赛 但是我第三次被小组裁就被淘汰了 我当时就特别的难受 就是有的时候人真的不要过度自信 就是还是要从零开始 我当时挫折真的是好事情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你有挫折你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带过很多的中国的冠军 都是很多年轻的 比如叫蔡叶昭 比如叫龚欣 他们都是属于什么 就是你们可以搜一下东西 叫做世界技能大赛 这个是有点像技能的奥运会 是在2026年会在中国举办 上一届是在俄罗斯 再上一届是在阿布扎比 在阿布扎比的时候 我的一个选手获得了世界冠军 也得到了总理的借鉴 就是你现在无论在做什么 不要紧的 就是你只要努力就可以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学生 我2014年回国到现在 我有2000个学生 我教过2000个学生 都是教他们做面包的 他们有做律师的 有做金融的 有公务员 我在教他们做面包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都纷纷涌入这个行业 你们一定要有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成为你们细分领域最好的人 就至少是在你这个年龄段最好的人 细分领域 这个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 因为我之前也有创业失败的经历 我第一次创业是成功的 我做了面包研究社 然后我教了几千个人 我第二次就是我有点膨胀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成功 我带领中国队就可以拿到世界冠军 所以我就依然决然了做了品牌 做了餐饮品牌 然后我真的就是 我得到了人生中最深刻的教训 就是只有你 就只有你能挣到认知以内的钱 我当时公司亏损蛮多的 所以我是去年前年第二家公司 就是算是倒闭了 然后我现在在做第三家公司 就是回到我的专业里面内 我要做这个技术的解决方案 我要做烘培行业的深度的技术 你们如果要是看的话 就是最近奥利奥有做蛋糕 奥利奥蛋糕也是我们团队在后边 在做初期的研发的 就是我们从一个基础技术 像工业技术 像连锁技术 我最近在跟一些 比如江南大学 是一个非常 就是全球食品工程排第一的 就是江南大学特别厉害 他们是研究到生物发酵 比如说是酶 比如说是多元糖醇 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资本的同学有聊过 我说中国的烘培行业 未来机会在哪边 他就跟我说了两个方向 他说王子第一个方向是什么 是生物领域 就是各种的高科技的酶 或者是一些制构的东西 就是属于让面包变得更柔软 或者是让面包变得更有甜度 就是属于在生物的上面 现在都是国外的人进口到中国的 中国现在有个机会是自己制造 自己研发替代国外的 第二个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各行各业都会涌入烘培行业 作为你 你有没有机会能承接住 就是比如别人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比如说我想开一个面包的品牌 我这边有没有能力能给他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所以我现在是自己在打比赛 但是自己又重新在创业 就是比如说如果远博 如果你未来想开一个面包店 你肯定是有粉丝 你有自己的这个品牌认知 你开的店肯定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感觉 但是烘培的这个面包的技术 我们就比较专业 就所以我一定要做到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 我要做到最前边的人 王子老师 好 完了有延迟 老师能听见吗 可以 不好意思 咱们这个因为是连麦 就会是有点延迟 因为刚刚听到了前面您聊到自己参加比赛的经历 我其实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在面对着比赛 到了第三名第二名最后却到了小组赛都没有过 然后创业失败以后转创业方向 我发现您是一个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就是会不会停滞在那个失败的 或者说停滞在那个没有成功的那个氛围里太久的人 而是就是拾起信心赶紧投身到新的目标 或者说转换一个跑道 继续自己奋斗的一个这么一个性格 其实我比较想做就这个点和您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直播间里面 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从创业开始自己的工作 他们可能有时在转换职业跑道呀 或者是在学业选择上会有这样的困惑 其实我觉得我们能跟更多的朋友有共鸣的也是这一块 我就想想想你问一下刚刚我有听到说 有一次你在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 第一次是拿到了全国第三对吧 第二次是全国第二 然后但是第三次当以为自己能够拿到冠军的时候 确在小组赛西败 我想听一下当时您的心境 以及想听一下这三次比赛 您分别准备了多长时间呀 我基本上第一次比赛的话 我差不多准备了三个月 第二次准备了六个月 第三次其实只准备了十天 十天 因为我觉得小组赛没什么问题 您说 我觉得小组赛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等打完小组赛再好好的准备决赛 就有的时候人千万不要太自信 其实这个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吗 是 对 因为我发现有些时候 就是其实我现在因为在录一个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 因为录制的节奏的关系 可能每一次会连续录两期或者说一期 他有时候准备那个歌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差一点陷入一个局面 就是说我要把重心放在这首歌 那后面那首歌我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 但在这个事情 这个想法出现之前 我就打住了这个想法 因为我 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就是说可能我要准备一个大的 比如说考试 然后但是在这之前呢 可能不是那种大考试之前有个小考 我就先就是复习到差不多行了 我把重心放在后面 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错 就是小考都没考好 然后大考的时候就会信心受挫 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呢 是不是跟当时你出现这个 最后没有拿到冠军的心情是类似的 对我当时 我当时整个全部实化了 就是当时我们行业的人 所有人都觉得我会进棋 当时我没有进棋 我当时 我可以不瞒跟你说 我当时都已经有班突了 那种意思吧 就是 就是一夜之间 班突吗 这个班突吗 对 就当时一夜之间 因为我在行业里边 我 因为我不仅仅是 是自己比赛 我自己还带选手去国外比赛 然后我自己还举办比赛 就在另外一个赛事里边 我是策划人 就是 就是我都没想到 我在那个小组赛会失败 就所有人都没想到 就是等于是你去参加了个比赛 突然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就弄心情的为什么 就是你难以想象 就所有人都觉得 关于这个 关于 班突的问题啊 我们待会儿就是在晚些时候 我们和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同墙医生也会聊到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时候 一定要留到那个时候 就关于压力的脱发呀 班突啊 这些问题 然后老师 我刚刚还听到一个事情 就是您说到一句话 我很认同 就是说 你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认知 你只能 你目前 不管你在哪个阶段 你永远只能赚到你认知里面的钱 这句话我非常认同 我想就这个点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例子 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 我 我觉得你真的听得很仔细 能抓住我每一个最关键的 用词 就是 我现在是每周至少看一本书 然后我现在在读 所有的心理学 哲学 历史 真的是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远国 我觉得有您这样的 就是艺人能这样子带领年纪 因为有的时候 很多的长辈 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 分享一些经验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人是觉得 是幸存者偏差的概念 其实真正的看书真的是很有用的 就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闭关了十天 我十天去的商业的自习室 我读了很多书 就是有的时候远国 就是你有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你可以给你的粉丝推荐一些书 就是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读书 好的 但是只要你推荐了 他们肯定会认真地看 你要知道你的 就是你作用作有多大 我关于读书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坐在我旁边的 就是一位很有 在我看来 他的写作很有个人见解 也很有个人特色的作家 他是随随老师 也给老师介绍 给王子老师介绍一下 他有本书叫做 中年好友苏东坡 待会我们在晚点的时候 以后听到这本书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诶水姐我们刚刚听到王子老师 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很有经验的 在面包行业也好 在创业的这件事情上 很有经验的前辈 虽然我觉得可能我们不是 在工作中没有跟创业这件事情 有过接触 但我觉得在工作这件事情上 其实把它放大了看 细化到某一个环节上来说 如果你就有延迟 你可以摘掉 然后我们就听王子老师说话 我们再带上就可以 就是我们放大到工作这件事情上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在要托关自己认知 对吧 这个您是作家 您一定很认同这个观点 或者是说 当自己有个很高的期许 结果发现自己忽视了那一个准备的时间 而摔跤这件事情 我觉得学姐在自己的写作行业上 应该会有类似的经历吧 对 王子老师好 就是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怎么样的能量管理 能够五点钟起来 然后健身运动等等 我其实也是差不多 从今年开始 就今年初八开始 因为从故乡里面获得了一种力量 我觉得人生需要一种静气 就是把自己静下来 然后才开始了 每天读一本书 然后读完做读书笔记 然后录视频 然后这样的过程 然后把自己心里面调试得特别安宁 然后特别是我今天读的那本书 叫中庸嘛 他说就是喜怒哀乐不发于衷 就是心情是甜淡淡然的 那你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很平静 很就是遇到顺境逆境 都是好像就是平常的状态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某种时期 有一种共同的追求 或者共鸣 或者一种同理感 就是我在某种状态下 把自己怎么样调理好 有的时候心态顺了之后 你就有自趋力 就是你就知道 你这个阶段 即便你有迷惑 你也会去寻找新的机会和机缘 然后比如说王子老师一样 就是像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创业不止的那种状态 就是因为你心的动力很强 对吧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 各行各业 其实不仅是创业 需要节省 我们在研究这个商业的过程中 其实每个领域大家都有企业家精神 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是那种 面对困难去挑战 然后各种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 它其实都有一个共鸣 就是我遇到困难 我就去跨越它 然后我遇到很多难题 我就用柔韧的心去包容它 有的时候你包容了之后 好像事情就顺了 对 就是我最近看到刷到刘一飞的一个视频 他说别人在他学校的时候霸凌他等等的时候 抱怨啊等等 他从来不抱怨 他觉得他自己救自己 自己救出自己 反正他的人生就过得很顺 所以它是智趋的 所以我就请问那个王子老师 您是怎么样有这么大的能量 可以五点起床 我一般还是六点起床为主 所以觉得 一个小时很在意啊 好卷 因为是这样子的 能量管理这个事情真的很强 就是我觉得永远源源不断 其实这样子的 我之前其实也是跟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 我也是很喜欢续缆教的 就是在今年以前 我虽然公司创业我很努力 但是我只要没有我的课或者没有约 我都可以睡到中午的 我今年为什么做改变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晚上的时间浪费的太可惜了 从十点钟到十二点钟 我们滑滑手机很容易就过去了 其实我们五点钟起床和七点钟起床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刚开始为了五点钟起床 我连续三个晚上没睡 就是我想重新调整我的生物中 为什么要调整 是因为我想早一点睡 因为我早上早起之后 时间变得很珍贵的 我早上五点起 我就不会去刷抖音 不会去干一些娱乐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每天十点用就睡了 是因为我现在是沾床就睡 就是这样子的话 我已经新了个新的循环 就是你看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有能量感 就是因为你每天在读一些书的时候 我现在特别喜欢跟 比如说以后有机会 如果跟远博在私下见面 如果跟前面有在私下见面 我特别喜欢聊天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发现读书和别人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比如说我跟您对话 可能是您30 比如20多年或者30多年 所有的学识的综合 所以提问很重要 我觉得远博提问提的真的是很重要 就包括就包括您也这样 早上五点起 就是因为我要的必须得让我早上五点起 因为我想成为烘培 这句话很好 戏风里面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是因为我父亲已经是划时代了 所以我想划时代 我只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坚持打卡 就是我周一到周五 我就告诉我自己就算就是前一天晚上应酬再晚 第二天必须起床 我今年的目标这是目标的问题 我之前设了很多目标 又要学英语 又要健身 又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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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今年就一个目标 就早上五点起床 之后的目标就是顺着带了 懂我意思吗 王泽老师 卡住了又 可以应该能接 能 因为有点卡 因为刚刚我们介绍您的 呃 那个就是身份的时候呢 我没有提到您是王森教育集团的董事 然后您也听到了您的父亲王森先生 然后我不知道您介不介意聊这个话题啊 因为我发现就是您已经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 呃但是呢你并没有说你站在巨人肩膀上就可以就是 过好那样的生活就可以而是想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去够更高的世界 我觉得这一点啊 对于很多现在的我们正在毕业阶段的朋友们或者是说正在处于为了 生活还在打拼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就是说想要的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嘛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去奔波 但是呢呃我觉得你在当初做出选择想要去站构更高的世界的时候 你是想要比就是达到自己的父亲那样的成就还是想要超越他的 是有这样抱着这样的心情吗 呃我之前是想的你看我现在为什么早上五点起床 我是想比每一个面包师更优秀就是我抛开背景不谈我就谈我是一个一个人 我现在要做到比我一起做的面包师我保持五点起床学英语就是资源它是一个恒定的因素 就是总归有比我们好的也总归有比我们差的我们唯一可以变的就是自己 就是如果我变得更好的话我可能可以让我们家里边 能更上一个台阶如果我很差的话就会让下里边下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使命感就是我今年为什么变得如此绝就很简单 呃我父亲虽然很厉害但是我自己也很努力我的我的努力比每一个比每一个人还努力 就是我们就比就比互相比就比努力嘛我先不比资源 明白就像你一样我们在王子老师的分享当中哎您说就是就像你也是很努力的呀 就是长得又比较英俊但是你问问题确实是挺准的之前我是我之前是很在意这个我我我父亲的问题的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我我我既然是这样出身我没有什么就是跟身高一样的跟长长相一样的就是就就就比如说你长得帅你能埋怨自己长得帅吗 就是你能埋怨自己的父亲优秀吗你能埋怨就是我觉得呃我们一生下来条件是随机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基础上比之前更好 接纳自己的所有东西对嗯这个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反而在确实没人会埋怨自己长得帅 确实也没有人会埋怨自己生下以后父亲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很多条件 但我其实我觉得 不会埋怨精钥匙 但其实我觉得想要跟直播间的大家分享是不论你生下来是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那个是你作为人生这场游戏的起点条件你既然有了这样的条件它存在有它的理由 就你如果是这样的条件开始那他一定有你这样的条件开始的理由在你的人生里来说这是我的见解 就不管是脸也好物质上也好或者你的环境也好 因为他可能提供给你的呃难易系数是相较于你的人生之后的经历来说设定好 这是在我看来啊因为我觉得既然它是一个决定不了的事实那我索性就把它想像一个游戏设定好的东西一样 对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个 哎既然我以这样的条件开始了 那我在这样的条件上我能发挥到多少能力真的就像王子老师说的 我就卷起来唯一不唯一要变的就只有我自己了 我多少努力才能决定我能把这个条件发挥到它最大化的价值 对人生有自己的参数有自己的方程式 没有错没有错 刚刚刚刚刚王子老师有提到就是呃你在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只要努力就行了 就是不要单因为因为其实这样的我们在呃跟王子老师分享王子老师经历之 不对王子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之前啊 我们有我有在我的微博下面啊像就是呃可能正处于毕业毕业期间呢 或者是说对于呃人生接下来的规划有困惑的朋友们收集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我在直播间的也想和王子老师还有学学老师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问题 然后想同听看两位老师对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各自的比较不一样的见解啊我也会回答 嗯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我收集到的这位朋友他说呃工作七年之后他去海外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 他要和00后的同学们一起面临毕业那也就是说他的年龄不是00后呃曾经他有稳定高薪的工作 现在呢要面临重新找求职的焦虑就是他可能去了读硕士以后重新求职那身边有没有也没有同龄的朋友可以分享这种苦闷 作为一个大龄新人想听听看有没有什么远离苦闷找到聊得来的朋友的好建议 其实我刚刚王子老师上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是说大学或者是到后面的更高的学术界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去工作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学习我觉得作为这个有这样的经历的王子老师来说这样的问题应该会有很强烈的感动深受 我想听听王子老师的看法就是如何找得如何在呃这样一个可能跟周围的朋友有不同的见解或甚至出现代沟的情况下啊 来远离自己的就业方面的苦闷 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像做这种直播可能时间非常的就是短一点 我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就是真的就是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就叫像哲学家一样的生活 就是就是我我当时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书里边有一个原理特别的好 就是要要要要要想象一些苦难 就比如说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会没有欲望吗 就比如说我不想吃东西啊我不想怎么样子呀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饿自己一天的时间 就比如说我说的饿是属于那个叫叫什么断食一天 你要知道你第二天之后你吃米饭都非常的香 就人有的时候一定要朝回走 因为有的时候物质它是永无止境的 就是就是为什么要看书是因为我觉得 嗯就是你推荐给别人一本书你看完我看完我跟你对话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价值就属于同一频道 就很多对就是就就就这本书你们就刚才那个同学如果看完这本书之后 他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好的那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我的直播啊 其实王泽老师哎我想听谁学老师的建议 嗯 嗯我的建议是其实我我建议人生在纠结的时候可以去读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 传记好多传记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岔入口呀转折期啊 绝望的时候啊低谷的时候啊怎么做 然后我的我是经常喜欢读比如说像星巴克之父的传记啊 嗯然后苏东坡传呀那就更更厉害了就是你你任何时候好像都在遇到很多困难一样 对吧还有王阳明啊等等 其实读各种各样的人其实你就是在古今中外交朋友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不一定得有现场的朋友陪着你 那些精神力量那些那些哲学力量就像王子老师刚推荐的是像哲学家一样的生活啊 像哲学家一样的去思想啊 那么多的人就只等着你去找他呢然后找他其实需要缘分的比如说你跟这个人的气质很相合 就比如说你读的第二个硕士学位里面有哪个这个方面的名人是谁 你就是跟最顶尖的思想和最顶尖的人靠近 然后你靠近他了解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思想沉淀还是在书身上 所以你去找你们这个领域比如说你要读的这个第二个硕士学位是什么专业 然后这个人是谁你把它找出来把它相关资料都读一读 其实他就是像朋友一样陪着你 而且他有杰高的智慧 可能比你那些就是现实中的朋友智慧的多 但现实中的朋友们又充满了温度你也要去找 但是我觉得各种方面可以结合起来兼顾起来做 对我觉得随随老师王子老师分享的观点 其实他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书本永远是人类 就是沉淀了很多的精力和智慧的结晶 而且两位老师都有提到说 在书本里面去一个王子老师说的是去设想苦难 就是把自己先拉回到一个某一个极端 在把这个弹弓放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谈得更远 我是这么理解 那随随老师会感觉是我去跨越时空 因为他有古今中外的人嘛 跨越时空我去找一个和我的可能 T字相近的专业领域也相合的 对哪怕可能表面上看着不相合 但你不排斥你打开那本书你总会发现 好有缘分 对你们会有共鸣产生 是 对可能他是古代你是现代 但其实这个古和现是我 我人在现代我给他的定义 那所以对于古代人来说 他也不知道你是未来人 你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面对类似的 比如说被调职啊 或者是说离婚啊 或者是说 对啊 总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发生 那但但总是人生中相同经历之后 大家面对的感悟 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的 或者是他的感受了 当你自己发现你的观念可能太局限的时候 都听听看书本里面的人 或者就像随随老师说 身边的人可能温度有限 对因为大家都跟你 无论度有 但是可能 智慧度没有 对他给你有 他和你有生活上交集 他的判断可能就不是绝对客观的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从书本中寻找答案 未尝不是一个好的 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所以希望这位朋友 听到这个我们三位 两位老师的解答之后 能够给到你新的启发 我就觉得他很酷啊 我就觉得他可以选择一条 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然后去努力追寻自己的目想 很酷啊 对 忠持柔软 自恰酷吗 你自恰了就好了 而且你不要有 那种年龄焦虑 说身边年龄比你小 你就有代购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想法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我们在 我们一共收集了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想听 王子老师 还有随随老师 我们来再听一下第二个问题 因为真的是认真去 在我的评论区 就是向大家提问 这也是真实的事情 其实第二个问题 刚刚随随老师 有跟王子老师提过 就是他第二个朋友是问 如何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精力 应对各种工作 晚上回到家 其实有大量的时间 但总感觉已经没有力气 做别的事情了 这个其实王子老师 刚刚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对吧 王子老师 对 早上做更好 晚上 我现在是晚上有的时候 到九点钟回家 就刷刷手机 娱乐一下 早上起来开始 这样子感觉每天都不一样 就是你要换种时间 明白 其实我刚刚听了王子老师的分享 谁谁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在你的生活经历中看来的话 因为你六点起床 也很卷 不是 我有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要用日常抗无常 用日常抗无常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你知道你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事情 这是你的必修课 我觉得人生都是有课题的 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就是我每天要跑五公里 每天要读一本书 每天要写一千到三千字 然后这些事情如果我完成了 那我可以非常烫着了 但是如果晚不成 那我晚上回来 无论多难 我就会去刷个圈 刷个圈之后 突然间觉得精力好旺盛 就是因为跑步是能分泌内非态的 让你很开心 然后让你有精力 然后你就可以 你跑完步洗个澡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看看 需要写点东西 如果不想写 如果只能写一千字 那你就也放过自己写一千字 但是你的基础量 你就在那里 所以用日常的状态 抵抗各种各样的无常和意外 无常和意外什么事情 比如说突然间你家人 孩子生病了 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自己生病了 或者是你突然之间上司骂你了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但是你自己的节奏是不会挡乱的 你知道你完成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是可以不计较那些东西的 因为你自己是有核心的 我自己的核心的生活力量 就是我来自于 我每天的塑造自己的身心 每天你身和心 你管好自己的这一个人体 你这个人体是你接受外界 跟外界互动的唯一的力量源泉 那你也要牢固地建立你的身 就健身 然后树心 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 如果遇到很多事情真的平静不了的话 那你要控制在一个度上面 就是你可以喜怒哀乐不发 那很多人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嘛 都说在要情绪管理之类的 然后如果是真的可以有自己的那个核心 你做完自己的事情 其实你对自己这一天已经有交代了 然后管理好自己的这种能力 对所以说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能量 明白 管理好自己的能量 不要浪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如果你回家真的想休息 那你就休息 但是你每天如果是给自己一点 一点点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总说上课嘛 你有必修课 你有选修课 对吧 人生总有一些必然的课题 是的 就是我们推荐一本书叫阿德勒的被讨厌的 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嘛 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 就是这个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阿德勒的哲学 他就说那你就有这个时空 你就不用管别人怎么看 你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 人生是有自己的修课题要修的 是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的事 老天的事那不用管了 别人的事你也无法控制 那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这个和刚刚王子老师提到有一点我很像啊 我的理解啊 因为王子老师刚刚他说 他说资源是有限的 生活中的物质也 讲错了 生活资源是无限的 生活中的物质也是无限的 但是你自己的努力也好 你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对对 你要能够在你想要的道路上 或者你想要的目标里面能够接住多少 或者是说像水老师刚刚说的 你的生活中你不用管控制不了的 你想要的东西你能沉住多少 你先调整好自己 不管是保持平静也是一种控制 卷自己那也是一种控制 那你选择哪一种状态都取决于你自己 但是这都有助于去更靠近 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你的感觉是以不变因外面 这个不变不是真的不变啊 是内心状态的平静 那王子老师的给人感觉就是说 我先把我自己各方面技能 调到我自己现阶段能力范围的最高 其实有点像玩游戏里面 我把自己的装备冲到最高 但我不是花钱冲 我是靠我自己的自律和我的积极性 我把自己调到我的状态满级 那接下来好像 对 哪怕他给到我这个满级 我能承受一万点的经验 但这个世界有一千万点 没关系 我先承受这一万点 承受一万点以后 我再有更好的能量 去把自己状态往上调 我就能变得越来越强 我觉得这个 其实说到底啊 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在人生当中 横向跟别人对比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个朋友 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力气了 晚上累了 那你可以横向看一看 自己同行业的呀 或者是说有同样的生活经历 工作经历的朋友 这个时候可以聊聊天 你们晚上在干什么呀 在做什么 当你发现大家可能都做得差不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再回到自身 那你可以垂直看自己 你可以在自己垂直的方向能够改变什么 当横向对比 你会发现 大家好像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是否就是你能够突破自己的点呢 因为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既然已经跟大家差不多了 那你就可以成为你所在这个环境当中比别人优秀的那个人 当你提升了自己 你再横向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你会自己越想往上 越想往上 就我觉得可以多一点跟周围的朋友交流 也是给让自己提升的一个方法 好嘞 也感谢两位老师 还没结束 还有个问题 王子老师不好意思 还有个问题 这是收集来的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我以前其实也遇到过 就是这位朋友呢 他想被开导 想被两位老师开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工作上为什么努力的人不一定被重用呢 之前工作的时候明明我更努力也表现更好 但是他的领导者总是会喜欢其他人 觉得好无力 王子老师 您作为就是带领团队的人 我想您先说说看 换一个视角 您作为带领团队的人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今天早上还跟团队在聊这个问题 就是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属于感觉没有在干活 但是他是属于公司的核心 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有些人能调动更多的人去工作 就是你就是有的时候人会陷入一个自我的循环 就是说我我这么努力的为什么没有进身 其实有的时候社会有的时候叫社会关系学 就是你说话的一些方式就是就是你真的进入这个社会 你说的每句话就说句实话了 就像每个人都需要被赞美 包括我的父亲也是一样 我之前刚回国的时候 我天天跟我父亲吵架 我发现我资源也被限制了 但是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对我最亲近的人 就是你说的就赞美 赞美的另外的一个包 就是就是反一词就是拍马屁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你工作也很努力 你也可以拍一些马屁 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有的时候 我说的拍马屁可能是一个词 更多的是很多人都需要赞美 就是你给他一些赞美 就是让老板觉得你是他的自己人 就是你得让别人觉得你是自己人 中国本身它是一个关系社会 就是你一定要让他觉得你是他的自己人 自己人那当然就要赞美一下了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倒是想问 就我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远博 就是你怎么能让你自己这么会变得会提问和 就是就这种方式是你是怎么修典出来的 这个我还是挺挺 因为我是靠靠经历看书 靠很多你您是怎么提典出来的 你说提问的这件事吗 不是就是提问和就是情商的东西 其实我们先聊到最后就是情商 就是讲白了就是人想走向更好的工作岗位 能力和情商是要同步的 为什么你永远能够做好很多的跟队员都很好啊之类的 是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需要的 好人喜欢啊 这个重心突然放到我身上有点不习惯了 我来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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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想想 是这样的我以前啊在我大一我新年是三十我大概在 嗯十二二一年的哎不对 二二二二二2012年2013年2014年这三年的暑假 也就是七到八月份七到八月份七到八月份那时长加几来大概是半年左右对吧 但是拆开的半年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 然后那三年的暑假我做了一个实习的工作 在我们当地的贵阳晚报这个地方我做了实习记者这份工作 然后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一开始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抗拒困难 就是抗拒新的事物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去是为了完成那个暑期写那个报告我才去实践的 然后我其实我也怕我大一一个新生我怎么跑到报社去做记者呢 感觉自己跟自己说话都说不明白吗 然后那个时候去了以后呃其实我觉得真正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会有人带我 那总会有前辈带吗 但一代以后哎我本身也是汉语文学专业的 然后文字工作呢上手相对快一些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记者采访方向是文娱记者 我除了采访当时的一些有电影宣传的艺人啊导演啊 还会有本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商家还有旅游博主 当时不叫博主当时那个时候叫旅游撰稿者 就他们会写旅游分享文章 所以我那个是那半年时间有时间接触了很多可能当时在我大学校园里面是接触不到的各种行业的人群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积攒了一些怎么说提问的思路 因为我发现我我个人认为啊两位老师就是我觉得情商这个东西其实主打就是一个真诚 不是说是我可以不是说是毫无保留不是这四个字 而是就是你认真的听对方的聊天当中有没有你没有的东西或者让你耳朵一亮的 像刚刚王子老师里面我有提问到的点王子老师觉得好像很诧异的就是他说到的你的认知 就是你只能赚你认知的钱因为说实话我现在也是一个正在刚开刚刚从英特广毕业单打独斗的阶段嘛 也在开始自己要赚钱了 但是我会发现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认知也好或者能力啊 这个东西是跟同行业的其他的比我有资历优秀的前辈来说是欠缺的 因为他为什么资历比资历深那当然是因为经验比我多 所以我就想说啊既然我的认知和我的经验没有差多那势必我赚的钱肯定是在我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很认同这句话我觉得是因为认同老师们说的话里面我没有的 或者是说我想要拥有的点会让我记得比较深刻 不知道学校老师你懂我的感觉吗 我懂我懂对就是永远汲取他人的正能量的部分 你可以去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对我而且我喜欢跟永远在学习保持这种对 王子老师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就是我随主老师是做他是作家他采访过很多人 我是文语行业工作的我也接触很多目前幕后的人 我发现我除了接触我们自己所在的同行之外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就是我一定要跟不同行业的人聊天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才会发现在不同的行业 大家看我也好或者是看我所在的工作也好 他会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是不同他会看到一些 我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个点你居然能反映到我身上有这个点 我会有这样的惊喜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跟王子老师交流 我跟徐小师交流的时候两位可能也会有就是我本身跟两位是不同职业的人 所以跟两位聊天时会发现一些你可能本身你们以为可能就是碰不到的点 但实际上会有产生这样的火花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开这个直播的意义 对对对对就是要不同行业的人来聊同一件事情才会有新的观点出来 其实大家都是述处同归的 对我觉得是的 我们刚刚其实本来是问王子老师吗 他突然把话题转到我身上啊 然后我现在想听随随老师关于第三个问题 我想听听看你的见解就是因为随随老师是独立作家嘛 然后你以前有在单位上班过吧 对对我一直都在单位上班 对对我以为你就是独立作家 对那你在单位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以前呢就是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刚直的人 刚直的就是就是我认为一些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现在在这个阶段 嗯就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很努力很很用功很正面的这个在做 然后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我可能就觉得是我自己的原因也有别人的原因 客观来讲是这样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先把先把自己做好首先怎么把自己做好就是人家能够得到老板的赏识或者是更多的资源啊能力的补给等等 我是一点都不羡慕的 就是自己要柔软柔软了之后你才才可以塑造自己 因为你改变不了环境 改变不了他人你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自己 是的 然后你你自己如果一直执念在哦为什么我表现这么好为什么人家还受重用 那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然后你怎么样调解这个心态呢 就是那我只能告诉自己 我应该柔软下来 我看看我自己还有什么不足 别人有什么好处能够让我学习 山人行真的必有我是的 我现在觉得跟博元也可以学习 跟王子老师也可以学习 跟所有人都可以学习 然后我一直研究的苏东坡 就是他可以上陪玉皇大帝 下陪悲田怨起啊 他就觉得一个乞 一个乞该可能都由他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人柔软了之后 才可能上下都通左右风圆 因为你自己柔软 你就像一个橡皮一样 你原来是觉得你是个软四子被捏 不对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一片陶土 你可以塑造成各种各样你自己想要的 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 而且你不要觉得你想问题想想这样了 是是没有什么现实效果的 日积未来之后 你发现你真的不一样了 就像我 我从2020年开始写苏东坡开始 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变得宁静了 然后我也变得不那么 我遇到什么是不公的事情 我要抗争 不是有些事情以取为止 取限救国 啊明白 然后很多事情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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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沉淀下来之后 水滴使穿 要有学习水的力量 这个跟刚刚王思老师聊到的 就是适当的圆滑 或者是说适当的转换自己的一个观念 你不要觉得人家是圆滑或拍马匹或怎样 那是一种特质 它就是很柔 它就是可以跟所有人都打成一致 冰来降的 水来吐一样 人家就是修来的这种人的继承 每个人都可以修自己最好的那个特质 但是也可以去把自己的短处给异了 但是别跟自己拧拔 别跟自己拧拔 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然后也不要有自己有执念 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不改了 我就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直播间的大家就不要误会 就是王子老师说的自律和水水老师说的 跟自己拧拔是两回事 那是两回事 自律是能够让自己能量和体身体 是有向上的进步的 对向上的超拔感 这个就不叫拧拔 对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不叫跟自己过不去 这个是跟自己较劲 就是是好的比拼式的 拧拔说的是什么呢 满足于现状 就是说你我已经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没有得到回报 这个叫你吧 你为什么不能再改善一点 就是改善不会认可 你自己认可自己就OK了 对的对的 换个角度去想 可能是我自己 也不是说那个叫什么PPT自己啊 不是说我自己做的不好 不是 而是说哦 面对新的环境 有多大的池子 我放多大鱼 那可能我需要 我要去更大的池子 那我就要变成了更大的鱼 这么去想吧 这么去想 柔软一点 刚刚学学老师有一句话 我说就点 点到了我 就是别人会觉得 不是别人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在工作环境里 不受重视 会觉得自己努力了 反而当成软柿子 但是会 你会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陶土 对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把自己塑造成什么形状 全部都在自己身上 对 因为有些时候 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肯定有这种感受 很多在自己可能 上 经历稍微浅薄一些的时候 会把很多问题归咎给 周围的大环境 外界或他人 对 或他人 会觉得为什么他不这么想 或者是这个环境 为什么这一块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有些时候 好像真的是要自己 那既然这个地方你改变不了 他的想法你改变不了 那你把自己的形状 稍稍倒腾一下 你适应了他 也不是完全适应他 可能当下那一会儿你适应了他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常是一种解决方法 也是一个方案 对的 你运用这个方案成熟了之后 你可以形成一套自己的一套 一个网绩和信念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拧巴 可能都会想这个问题是 我要有原则 对 大家有时候会被原则两个字 不能叫误导 也不能叫叛导 可能你原则这个东西是取决于你当下需要什么 就 而且就是当我们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这个要提醒大家 然后我们在 刚刚我王子老师有提到说 同行业的面包是这么多 那我在我们同样资历的面包市里 或者是同样年龄段面包市里 我就要做到比别人更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塑形的过程 他不是除了 当然王子老师他也有在身体上塑形 更多其实是在精神上 或者是时间管理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提升的方法 你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 这个时间 不是这个时间 这个方向上来说就已经赢过自己了 我喜欢跟自己较劲 也不叫你吧 就是我喜欢赢昨天的自己 那这个是很好 对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虽然刚开始 但其实一刚开始一上来我就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不打开这样直播 我不去做这份这个马拉松直播 就是可能达不到的效果 就是喜欢前一天的自己 我可能还在准备 我在录歌 我在做别的事情 但今天我今天突然出现在直播间 我跟两位老师聊到了 关于人生的新的选择这个方向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得到了很多 昨天没有的怎么说 没有的感悟或者是没有的新的观点 今天我们简单的我简单想说一下 我今天在两位老师身上学到几个点 王子老师里有句话我非常认同 就是刚刚那句 拓宽认知 因为你永远只能赚到你认知里的钱 因为我觉得对于直播间的大家来说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在工作当中 我有多少回报 因为大家都很忙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 花长时间调整自己 但是这虽然是个必要 那既然你要大的目标 你要赚到更多钱也好 你要实现你的目标 那一定破坏自己的认知 这个也要感谢王子老师 我们分享这个点 还有个就是资源也好 物质的东西 它永远是无限的 这么去想 因为还是那句话 我的观点是 把人生想象成是一场游戏 这个游戏里面的经验值也好 这个游戏里面的金币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它是可以不断刷新 不断有人会出现的 而你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去接受更多 对资源是无限的 唯一改变的是自己 这个非常谢谢王子老师和我们分享 这个很点心 点心我起码 点心我的一句话 然后我们的水水老师呢 也很 这句话也是非常的 让自己变得柔软 因为我本身 我是一个很 就别看我现在 就是在这里大家侃侃而侃 但其实我自己跟自己 我是一个刚直的人 我原来也是 对就是我会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一趴我都训练了这么久了 我这个能力我都训练这么久 为什么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总感觉我没有发挥到最好 然后我为什么在镜头前总感觉好像没有达到我要的效果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满足于我过去自己花时间做了那些事情 但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但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换个角度想 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是否表示现阶段提供给你的灯光镜头舞台是这样一个水平 而你自己并没有达到这个所能匹配的条件呢 你过去努力可能就这么多 其实你要做的应该是冷静下来往前看 把自己的形状就淘土 塑造成能够匹配到现在给到你的条件的这么一个形状 因为现阶段的我其实很就是怎么说很开心 有很多工作在自己身上 但是也会担心说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不能面对好每一份工作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起码我可以从每天早起这件事情能改变自己 因为听到两位老师说一个六点起一个五点起 我觉得我在这个直播间没有一天容胜之地 真的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五点起六点起如果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希望自己能够比较是时间 如果在能力就是我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我觉得能够调整好自己的作息 确实精神状态就会非常的有不一样 你看今天我们跟王子老师连麦啊 王子老师其实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小小的正方形的框子里 但就这个小小的正方形的框框里 我都能感受他整个人的精神焕发 他整个人是非常一笑起来 你看笑容满面的 整个人精神头异固那个小小的方框 比我上面两个大方框的我看着还精神满 对对 他真的很有精神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我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五点起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 而且大家应该会有个感同身受 就是早起的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像可以拆成两天用一样的 对 真的是 我感觉有的时候感觉九点钟已经过完了上午了 对吧 到了感觉你说你五点六点起来吃了个早餐 你到十二点的时候感觉啊 又要吃饭 对 然后十二点到晚餐那一段时间 我才会觉得 这个好像才是消化了一段时间 有时候真的起很早 也会觉得一天真的拆成两天用 我觉得这个还是 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早睡早起 起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 你的精神状态好 我觉得好运也会随着你来 这个就有点玄学了 但是我觉得好运是自己带给自己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其中得到点参考方向的话 也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跟两位老师聊到了 人生的新的选择 也是关于毕业季嘛 我们今天主题是毕业季 其实我想在最后再问问两位老师 在自己 我们就说学校的毕业好了 就是两位老师真的出现了那个 学业和工作的这个分水岭的这样一个毕业的时候的心理状态 我们先听王兹老师说说看吧 我觉得说句实话了 就是因为人 我昨天还跟我朋友聊的 我说我们最多活100岁 我们所有的时间 今天说的话 就我们的世界的消耗了 就是有的时候时间是很短的 我今天只是想说一个 我最近得到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人是有三种思维状态 就是第一种是鱼思维 鱼思维是细节思维 是直接思维 就是思考的东西都是属于眼前的东西 然后第二种思维是鸟思维 是你做任何事情是俯瞰空中来看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在跟你们两人说话的时候 我是有第三视角来看我现在的我 其实这两种思维 大家还可以理解 我是最震惊的是我第三种思维 就是鱼思维 鱼在水里边游是感受不了水的 而我们从小出生到大 有很多的教育认知 包括经历都禁锢着我们 现在说的所有的话 所有的事情 而我们不知道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就是我们能洞察自己 就是有的时候就像钢子一样的 就像这个拍马屁一样的 其实这些只是一些认知的概念 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扩大范围 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生活在一些 不是那么开放的思想思维里边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 自己有鱼思维的这个思想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鱼思维的概念 所以我不断的在反思自己 我觉得远博说的蛮好的 就是我今天其实我年迈或者是我讲毕业 我最大的认知就是我对这个年轻的艺人的思想和认知 其实我是有很大的改观 就是之前我是因为新生代的很多艺人的话 我觉得很多党只单纯的帅而已 但是我今天跟远博聊完之后发现 博源 不好意思啊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坏的毛病 就是我对一些这个名字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真的让我有了很大的改观 因为你才二十就是三十不到 你的思想和思维已经超过了很多创业的人 经历过很多苦难的人 就这个其实是让我非常 就是你让我感谢了对年轻的一些艺人的一些 就是那种颠覆性的印象 感谢了 荣幸荣幸 这是我的荣幸 对我就大概就分享这么多这三种思维 那我 我这样重复一下 鱼性思维 鸟性思维 还有一个是什么思维 重 重 重性思维 对 鱼意识不到自己在水里 但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在水里 是这个意思 对 不要认为周围的环境是 就也不能 不要门内 对不能这么说 就是你要启发自己 俯瞰自己 俯瞰自己 这个我可以思考很久 就是我突然 你可以误会 就是拿到这个新的经验包之后 你知道吗 我要重新刷新一下我自己之前的生活 我有没有就是陷入过这样的那个环境 就是思想困惑当中 随随老师 想听您从学业和工作的那个分水里 你那毕业的时候的心理状态 就是完全学悦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转到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 因为这个是直播间的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一直蛮兴奋 凡是遇则利不遇则废的 所以我在 遇则利不遇则废 对 凡是遇则利不遇则废 所以我就觉得 你要把这个场景切换 不要切换的那么的像拐弯 急速拐弯 挑移一样 明白 你要慢慢的缓慢的 你在学的过程中 你就要接触工作 很多人实习嘛 等等的 对 这也是学校为什么大肆就开始实习的原因 就是你永远要有长远规划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要跟你未来几年是相关的 虽然想不到那么远 但是你可以凭直觉去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你觉得想遥远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问题 反省自己的方法 从我们我们说的从过去角度 现在角度 未来角度 这三点一线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随时在某一个你放空的阶段想一想 也不用很刻意的去那个就是逼迫自己 但是你可以当成一个思维的信条 我常常跟人家说 你不要把一些事情 哗当成一个重压 啪一座大山压你身上 而是当成水流 一些溪流一样 你今天思考一下这个 明天思考一下这个 后天思考一下 有日积月累的力量 一直是我强调的 就是当某一刻 你就知道了你要干什么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 包括尼采都说 人生的大课题就是要发掘和管理自己的能量 一样的道理就是 发掘和管理自己的能量 对 所以说你你学的时候 你就想了你 像我一样 我我这辈子搞的就是研究工作 写作工作 所以我学习的时候 从来没有放弃过研究课题 明白 我到现在也是每一个项目做到我面前 我就当成 刚刚王子老师说的 我是有第三方视角的 我审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别人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高维度的是思考我在做事情 你知道到底有没有意义 对 然后还有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叫第二座山嘛 在第一座山的意思就是你 你学习嘛 你从小大大生长 你开始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学习 你开始学习建立自己的事业 有了自己的家庭 这是第一阶段的事情 所以所以人后来要有追求的 那你必须要想到更大的话题 就是我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 就是第二座山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第一 这个世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对 所以人为什么要看书呢 就是你要脱离你原生家庭给你的那些知识框架 打破自己的认知 认知 刚刚我们一直在谈的 你要赚认知里的钱 但是你的认知其实是可以不断突破的 是的 靠怎么突破 阅读 接触各种各样顶级的人 然后接触所有的 所有的人群 包括你要不要排斥 有很多人都是 就是接触在顶级人 留在书里面的 或者是你就觉得很 世界上就是很成功的人那里 两种人 其实也不是 你上下的是要通的 左右上下都要通的 你要想想 人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我们老实说十方世界 就是前后左右 所有过去现在未来 你自己是一个在这个宇宙里的尘埃 不是的 你是可以连通的 明白 所以说大家都要思维要广阔 对吧 刚刚一开始提到 就是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 有自己既定的条件 那也是来自于原生家庭也好 所在城市环境也好 请记住这个永远是你可能 你这一趟人生剧本的 起始条件 你要做的是以这个为起点 去提升自己 这样你才能以此为起点 得到更广阔的世界 这么说的话 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想象一下 对 当成玩游戏 当然认真玩 好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王子老师和我们连麦 分享自己 关于毕业 即开始 这个观点上的经历 还有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王子老师 那也期待有机会能够跟您 见下聊聊天 我们聊聊更多 对 关于自己 怎么样管理自己的 对 怎么五点起床 五点起床 谢谢王子老师 谢谢王子老师 王子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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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来演 嗯 先把耳机放旁边 要不然 嗯 先把耳机放旁边 要不然 有有那个delay 嗯 好嘞 接下来要请到哪位老师呢 李欣欣老师 对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清华苏世民书院业界导师 李欣欣老师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欣欣老师 有没有在我的直播间 李欣欣老师是清华的 哦 找到了 是不是 然后他又在英国 变了 哈喽 请 哎 可以的 我们想请李欣欣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如何做好自己人生的选择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博远 大家好 我叫李欣欣啊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呃毕业前所谓的最后一刻啊 怎么做好人生的选择题 嗯 因为我呢 我一直都在国际组织工作啊 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 也曾经跟随过五个一把手总裁行长和李克强总理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不少的国家元首也交谈过 那么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年会上和世界五百强的总裁高管们啊对话都是家常便饭 那么水水大文豪是老朋友更不用说了哈 嗯 但是对于演艺界的这个朋友我接触比较少 呃唯一让我比较难忘的是呃能听到吗 诶能听到吗 啊是 能听到很好声音 嗯 我说比较难忘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和YouTube的组合主唱爱尔兰的那个民族英雄波诺在有纽约见过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感到非常荣幸啊啊啊第一次做直播就可以和水水还有柏远一起同台做一些公益非常的开心啊 呃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柏远应该最有资格来谈啊 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励志的故事和大家可以分享啊 就是特别是呃你在这个天赐四的第二期节目中做了一个很聪明的这个选择 就是当时呃自己自告费勇哈就是在众人面前清唱了起风了展现了你的唱功 我觉得当时的这个选择非常的明智也让自己呃惊艳了所有的这个观众呃那么其实呃其实刚才水水和王老师我来听到 感谢老师有在关注 哈哈哈哈对我刚才听到水水王老师的这些谈话还有柏远 啊我觉得呃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你们都有提到就是怎么样可以从安静中群求成功 其实呢我最近也是在休病假我特别的感激我现在这段就是在休假的这个时间有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真正的自己去对话 所以呢呃让我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收获那么我在业余的时候也也做公益的一些教练啊做coaching呃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 一些素未蒙面的人解开一些心结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把 最近的收获感想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呃呃我知道 嗯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毕业期间可能都感到迷茫无所是是从那么我想说的其实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 嗯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知道生命之流会带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方 而我觉得其实人生只有一道选择题就一道那就是你想要过得开心还是过得不开心 嗯其实当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嗯我跟大多数人其实都一样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对自己未来感到很恐惧嗯其实水水和博远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本科呃公共管理专业毕业其实很难找到那种非常光鲜亮丽的什么管陪生这样的一种工作哈呃当然就是因为如果你表面看起来再好的专业可能也都会遇到很多工作的盲点嘛 嗯我当时的打算就是说做好多少准备然后再做选择啊就是一边准备考研一边准备保研然后再出和出国的一些材料一边还要面试企业整天王的天昏地暗不亦乐乎嗯就是在忙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幸运女神就眷顾了我当时就是跟水水一样哈我们都到了就是我们保送到了清华就是当然 也放弃了其他的很多的机会啊比如说去香港读研啊还有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我觉得一直我呃我觉得当时那种状况像那样的环境下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我觉得去清华是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在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呢我又再次面临像同样的选择题那我当时还是做出了同样的打算就是做好多手准备 后来我又去了剑桥大学然后毕业的时候正好又赶上了金融危机 就是特别有点无所适从因为自己学的是发展研究嘛公共管理哈一直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特别的对人类发展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嗯但是当时如果申请到什么像联合国啊这样的工作呃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啊 因为家里经济也非常的困难啊如果没有找到工作我就想只能打到回复了也没有办法就是留下一些国外呃积累工作经验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我当时就退而求其次吧先找一个很小的NGO先干起来先获得一些基本的工作经验嗯嗯那呃当时那个机构特别小包括我在内就三个人然后我就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其他的机会啊呃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NGO的工作让我认识到了不少的企业的高管后来我又去了一家能够给我薪水很高的企业工作呃我当但是呢就是我收到了国际劳工组织实行的机会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开心啊当时呃我就辞起辞去了高薪的工作我说不管了然后国际劳工组织是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啊去这个联合国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然后就去了日零吧嗯现在回想起来哈 就是在联合国工作的这个时间表面上好像非常的光鲜大家听哇塞联合国多难记呢是吧哎呀但是其实却是非常艰苦的我应该说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吧我更换了六次各种短期的合同就有些合同它就短到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嗯当时还要就是申请签证因为你在日内网嘛又就是中国国籍嘛就对于未来的这种 极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当时呃他没有打垮我哈我当时就在问我自己我说在这样如此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唯一确定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呃我当时就想说我其实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自己手头的工作上并且赢得我的同事和上司的呃认可和尊重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自己付出了什么我只是放手自我然后最后我的文章我编辑的报告在李约加二十峰会上发表我最后通过禁聘争取到了成为劳工组织的正式的职员嗯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抓住自己的呃这个梦想同时要全身心的服务于当下呃不断的去努力那么后来呢我 因为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我到了非洲工作再后来呃就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又回到了伦敦我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就申请回到了北京哈嗯我想说的是在这些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岔路口我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且我从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知道就是在你每一个当时所做的这个选择都是结合自己当时的自身的这种情况 和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人生的方向而做出的当时的最优的选择啊就像刚刚才啊王子老师所说的哈就是你呃你的你所能赚的钱就是你当下认知所能让你获得的这样的一种机遇哈那么呃可能后来你很多的情况随着你的年龄啊阅历的增长有了很多的变化可是你当下你回头看有些选择从目前的角度上 可能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人生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因为你人生本来就没有办法去从来而最重要的是你要全身心的活在当下去展望未来为下一个更好的选择做准备因为我相信就像水水刚才也提到就是你柔软起来哈如果能够更好的全身心的投入到每一个当下那么你就可以为每一个更好的 你的未来做更多的铺垫而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如水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你的际遇就会随之而来呃其实我今天还想说分享一个小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时间呃怎么样哈就是呃请说还可以哈对因为我看到就是大家可能在留言框呃除了一选择了这样一个困境以外呢我们大家也关注了很多的问题和迷茫 包括个人成长修行啊刚才也提到这个呃我们是不是五点钟起床六点钟起床哈还有怎么去处理更更加复杂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这个工作上的关系呃其实我觉得大道至简哈呃刚才水水王子也提到就是开卷有开卷有益那么我们其实很经常都能够从很小很小的这个故事里面收获很大的智慧所以我今天其实带来一个呃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我们家四岁的儿子他借了一本绘本故事叫做I am Henry Finch啊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特别有意思呃这个故事我就不读了哈因为呃他的大概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Henry Finch他是一只小鸟啊他这个Henry Finch这个家族呢小小鸟们啊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都这么 生活着很无聊啊啊然后呢突然有一个非常安静的那么一个夜晚啊其中呢有一个叫Henry的叫Henry的这只小鸟啊他就发现了自己我有了自己的思想他说嗯He had a thought and he heard it他听到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有有思想了他说 I am Henry Finch he thought他就想他是Henry Finch那因为呢他有了这个思想呢那么他就想说I could be great我可以变得非常的伟大我可以去打怪兽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自己飞进了这个怪兽的肚子里面啊直接就是怪兽就把他吃掉了 但是他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怪兽把他给吃掉了啊那么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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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还没结束对吧对他生命没有结束他就是跑到了怪兽的肚子里面了然后你看他就啊五七八黑的肚子里面哈他就就在他肚子里面产生了很多奇怪的想法就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当然他肯定害怕吧我肯定要被怪兽给吃掉了我怎么办呢他说You are a foolHenry Finch You are not greatYou are only someone's dinner就是你一点都不伟大你就是别人的晚餐而已嘛对不对晚餐然后他就想对对对然后他就想了想了想了想他说这样不对那么其实然后他就想那我怎么能解开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他就说I am he thought然后他就安静下来了他就安安静静地观察他想他自己是谁他想到这 这幅图画里面所有的他的过往他的经历他未来可能实现的东西他的梦想就是他他觉得那样的就是他然后他的所有的想法就停止了就变非常非常安静 那这个时候他就观察到了怪兽周围的很多的环境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对怪兽说了一个不NoHenry说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想法跟他跟怪兽去对话然后去影响这个怪兽 他他就是用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影响怪兽的想法用生命来影响了生命最后呢你猜他说服了这个怪兽要吃素以后不得吃小鸟了不得吃肉了对对对然后他说请打开你的嘴巴Open他劝那个怪兽说然后怪兽就把嘴巴给打开了然后你想想Henry怎么样他一飞冲天 从怪兽的肚子里面就冲出来了对然后他就引导自己的家族伴随着去找去找自己的梦想带了更多的Finch的这个家族去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想分享这本书告诉大家就是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是他很小很有意思嗯他对 里面有一个细节我我很在意也不要很在意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般一般在我们这边的文化里面临死的时候不都是出现生前跑马灯吗嗯但是可能就是 这个Henry Fanch他可能太小了啊之前的人生没那么长他也有可能是绘本作者的意图就是希望他能够在面临生死面对一个极致黑暗的绝望的环境的时候看到的或者是心里面对这样极致的环境平静下以后想到的反而是对未来的憧憬反而是一种高压环境或者说面临生死的环境逼迫自己做出了一些可能在这之前犹豫不决的一个选择 从来没这样做过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极致的转变而让他变成了他所在的这个大环境中那只不一样的鸟变成那个不一样的人我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啊是我觉得这个绘本他虽然是画给小朋友看的但是我们三位成年人在这里听的津津有味的我觉得他投射到了我们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上嗯经历上对吧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射和画面是是是是 刚刚我听到李老师哎李老师您说哦没有我就是想说确实是我觉得那个伯远他虽然分析的很到位就是说他确实讲了你说关于整就是你的命运其实就是能够从你的这个一念之间他就能够改变哈就像王子老师说啊我现在决定我要从五点钟开始起床那么我这个决定就改变了他从现在开始这一刻我就五点钟起床这样的一个命运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的成长就是都是从这样的改变那个那个绘本的故事当中呢我当然我们人不是说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到面临生死这么夸张啊对那个绘本是描述了一个可能对于小鸟来说他是一个很极致的环境因为对于动物来说那他求生就是他的本能嘛所以描绘了一个生死环境这样的问题 但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可能有些时候在工作当中总会有人很用夸张的语气说啊这个弄得我想死哎呀这个这个压力大的我不想活了什么样但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例比到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是其实可以想象到每到一个大到能够让你压快压垮你或者是让你说出这样的话的那样压力的时候他是否真的就是一个你的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你的转变的时候对 他是让你做出选择的时候老天给你机会操练自己对选择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停停止不前还是踩着这个选择好我知道了我抓到了这就是我的选择我只要跨过你我就赢过了上一秒的自己这么去想没准逃出这个怪兽的肚子跨过这个坎以后你就赢过了前面的那个你这么去想的话好像开始变得有点期待接下来面对的人生中每一个困难或者是小难题了对是有的时候困难是 刚刚我听到李欣欣老师有在说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到非洲工作而且是要做对人类有发展意义的事情这个是童年就有的吗还是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会在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我刚刚听到你主动有提到说因为小时候家庭比较困难吗 因为可能在我的理解来看啊因为如果家庭困难的话可能家里整个人生活环境应该是会侧重于呃就可能就比较柴米油盐或者是说呃温饱或者是说呃现在比较物质为主的生活在我看来啊但是你跟我说您说您的小时候梦想就是到非洲工作一定要做对人类发展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有 我想听一下您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呃其实也是很机缘的巧合哈但是嗯但是你讲到我家庭的这种背景然后到我就是后面的抉择可能也是跟我爸爸妈妈有关虽然说家庭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呃就是小时候呃这个不是很好的经济的情况特别不好但我就是一直特别感激我妈妈她一直都给了我很多这样的一种东西他就是说呃就是 就是我我从小一直都不觉得就是金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说我们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呃你怎么样都能够过过日子就是你即使在求你还是你这个人嘛然后你可以靠自己双手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嘛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束缚哈然后呃关于非洲的这种起源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外国人是一个呃迷日利亚人呃 呃当时我高中的那个音乐老师把他邀请到了我们呃呃呃那个高中的学校给我们做一个summer的一个presentation吧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一个迷日利亚人怎么跑到我们这个球山沟里面就来干什么呢啊哈哈哈哈然后呃呃呃这个人就激起了我很好奇我就很希望去了解就是在我外面的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东西那么后来呃呃呃呃就是也是因为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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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自己学习这个专业的原因吧 我当时可能比较关注这个国际政治啊 然后了解很多这个在非洲的一些难民的一些生活 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生活的时代比我还要艰苦 我也很想知道 但是他们非常的乐观 积极和向上 就是那种态度 就很想尼日利亚其实当时应该比我们国家穷很多 但是从他身上我感到了很多的闪光点 所以我想吸取这样的一种正能量 这也是我内生的这种动力吧 对 他就一直在我心里 那么后来我在清华也有在这个非洲班啊 然后帮做这个助教啊等等 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吧 然后后来在助教 到这个建桥的时候 我学的就是发展经济学 那当时学的很多的事情 就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人类的这个发展 那我觉得我自己最 最就是ideal 最完美的这个工作就是到非洲去 那么后来确实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非常开心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 在非洲这几年 也是我觉得我的职业商业里面 让我最为难忘的一些日子 我在突尼斯和科特迪瓦都待过 但是我同学都觉得 我在非洲不可思议 没有 最近过着我想要过的生活 真的他是我的偶像 我们同学里面 就是我最羡慕他的状态 他就是真的是单枪匹马 独闯非洲 独闯欧洲 然后没有任何背景资源 他就自己独闯 自己投简历 自己就中了 李老师给我一种感觉 好像有点青江将大人与私人业 就是感觉好像他身上一种使命 他要去做对人类发展 有贡献的事情 这是我们清华这些同学吧 可能出身家庭条件 不好的人也挺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有一种 就是关心很大很大的事情的那种 那种责任感 不知道为什么 有就是可能天生的也是 或者怎样 就是我们真的会说要去 关心西部地区发展 关心亚非拉 关心什么 就反正就不知道 也不是说谓虚伪啊 是为很宏大 但反正它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内心的 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信仰在 就算你自己家庭条件再贫苦我们也不会想到说我要去赚钱 而是我说我为什么有跟我一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办 明白 我自己把自己提炼起来之后我应该怎么样跟那些跟我有同样相处的人我有能做点什么事儿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探索也是很迷茫的 但是能做到什么就是做点什么 李老师 李老师刚刚提到有一点说他的父母带给他的思想上的怎么说指名指名方向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听到说家里的长辈和父母对不会跟你过分的强调说要追求物质上的东西而是要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就是精神的富足的感 我这样这么说对吗李老师 是的是的 嗯就是对 而且刚刚李老师 哎您说 没事您说 好的 因为刚我我我我听到后面李老师说他其实可能对于他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也好 他一开始有在一个可能对相对于他的目标来说比较小的机构在做工作吗 那也因为这个机会认识了很多比较管理层的人 嗯才有机会去了国际劳动组织 然后才有了更多的选择 然后而且是每一个选择在做出之前都会管好就是管好自己怎么说 确定的确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自己的选择才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我发现李老师他李老师是一个怎么说 因为我我我我认识我见过太多可能在不满足于当下的人 但是我不是说所有人应该满足当下 而是我觉得不满足当下的大前提是你有没有利用好当下 或者是说是把当下的所有的一切做好你最极致的状态了 你能力范围内 我觉得一定要到达这样一个状态 你才有资格说我不满足于当下我要有更大的提升我要有更大的水池 因为我感觉李老师在他平和的语气的跟我谈话的过程呢 他一直是一个对于自己的选择他很笃定 对他从不后悔 他知道自己是我说一个就是不太好听的话 他知道当下自己几斤几两嗯他才去做那样的选择 然后呢做了那样的选择之后 他就知道自己能够变得多强大以后才有资格去做更大的选择 才有机会去破坑他选择 我觉得这一点啊 其实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其实不是叫学习 而是给你一个参考方向 可能你现在会迷茫说 为什么我现在想要拥有的一切还没有靠近我 而我们应该更多思考是我自己能否强大到 我有资格去碰触到我想靠近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 李老师今天就是我觉得也提醒了我一个点 对 谢谢李老师 谢谢谢谢 我觉得你总总觉得这个特别到位 是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每个人他内心深处是隐藏着巨大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 就是你可能内心知道你大概你想要的这个方向你很清晰 但是你唯一能做的什么事情呢 你不是说我整天想要做什么什么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目前你就只能够去享受当下 就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这样才有机会去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后对啊 我觉得任何时候在任何人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重生 就是在任何时候重生都不委婉 哇 这句话说的非常到位 对 真的非常到位 其实呢 今天我们除了和李欣欣老师来分享李老师自己的经历之外呢 我们也在我的评论区收集了我们的朋友 在毕业阶段的朋友们或者说面临新选择的朋友们 他们也有想问李老师的问题 也有想问学学老师的问题 我们请学学老师来念出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想请李老师学学老师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间谍 没准能帮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一个读者是这么留言的 本专业的前景和工资都不太乐观 这几年还在缩编 不知道该从事自己专业的工作 还是另寻出路 但是考编确实比较稳定啊 好纠结哦 欣欣你来开始回谈一下吧 是 我觉得确实这个问题能反映到很多人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迷茫 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 怎么去选择 看不清这个未来的方向 那么其实我非常想真诚的邀请啊 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可以深呼吸 然后停下来 尝试关闭一下你脑海里的那个焦躁的 烦闷的 迷茫的 孤独的那种声音 静下来 思考一下 就是你的 关于你的梦想 你多年所学的 你所看到的 你所想到的 所积累的 这些经验啊 教训 他们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去 然后再想一下 十年后 二十年后的自己 会对现在的自己 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脑海里 感受一下 你认为最温暖 最幸福 最开心的那个画面 它是怎么样的 再问一下自己 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画面 如果你觉得画面感如果不够强的话 我也建议你可以回顾一下 我看了那个天赐声音第四季的MV 我觉得最初的爱 这个MV 让我找到了很多的灵感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 对 是 可以的 对 然后呢 他对那个MV的主题 确实是跟老师说的一样 你从未来看来 看一下过去的自己 你现在就知道有一个方向 该做什么 是是 然后有一个 清清你好像导师啊 瑜伽老师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模型哈 我可以介绍给大家 可以去用来发现你的这个天赋的优势 因为刚才这个朋友问到 就是我要怎么做这个选择 我的优势在哪哈 其实 有一个模型叫Sign模型 但我想结合今天跟博远的这个样的对话呢 我把它改了一下 叫做歌唱模型哈 叫Sing S-I-N-G S代表Success 就是你的成功事件 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特别成功哈 然后I代表intuition 就是你自动自发的 在做这个事情之前非常渴望 你主动性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need and代表need 需求 特别能够满足自己内在需要的 你做了这件事情过后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 特别开心 然后最后是个G grow 就是你成长特别快 过程感觉特别的投入 得心一手 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把这个Sing 这四件 四个框框 你可以罗列 自己做一个列表 然后在这个 它的这个 overlap 最多的这个地方 找到这个极点的这个核心部分 那么它就是你的天赋的所在 我自己也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模型来 就是更深入的了解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我个人就特别喜欢Connect 我喜欢这个Connect的Dots 把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来 我觉得我就是也做过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内心也非常渴望 然后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个人的成长 同时也也满足了我自己就是与人交往 就是联合作为起到这样一个桥梁作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去思考罗列出来 然后去发现自己内在的这个潜力 这个跟刚刚李老师的回答 就是一样 李老师刚刚的回答就是说 用过去的自己 冷静的去想过去的自己有了什么 然后过去自己能够提供给 你已经有的东西能够提供给你 现在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状态 还距离多少 就可能距离现在是100公里 我们就举个物理单位好了 过去的你可能距离未来 你想要那个你只有80公里 那剩下20公里 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暂时放一放 可以补足一下自己这20公里的不足 那你才有机会才有能力 去构足你想要的那个状态 不管你想考编还是找新的工作 对冷静的去思考一下你有什么 才能确定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那刚刚李老师也想了 李老师也说 他喜欢综合 喜欢整合他手上能够认识的资源也好 人也好 能够把所有的工作条件放在一起 最大化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放到一个人身上也是 你有的任何的 你有的资源也好 你有的条件 你有的经历 这都是你别人夺不来的 都是你自己学习工作得来的 那这些东西能帮到你多少 你一定要和你的目标形成一个比较 目标在这 如果你能力在这 那不急 先把你的能力锻炼到了 你目标能够到达那个程度 到达目标那个程度 然后你再去转换跑道 也来得及 刚刚老师说重生 人随时随地可以重生 我觉得这个放到这个问题 也是合适的一个答案 是 是 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我还要回答 徐老师 对不起 徐徐老师 然后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在说一个话 再简单总结一下 就人生就是一场实验 然后你想考边 你就去考 你想换工作 你就去换 然后 然后不合适了 再调整 就是你总归要用 你考得上 这是一件事情吧 就像欣欣说的 你要多重准备 就是他 他刚刚说 他毕业之后 说保研啊 考研啊 然后去另外一个学校保研啊 工作啊 留学啊 全部都要思考到 那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凡是 遇则利不遇则费吗 那你 你要去考别 你就去考 考不上 考得上再说 然后你要 你要去换工作 你就换 你 你实在 没有办法 就是你反正是 各个条线突破自己 我们总是说 人要有自己的 第一曲线 第二曲线 第三曲线 然后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 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 对啊 斜杠青年 就是你不仅是 比如说你 不然是那个歌手 你也是 演员 然后又是 各种各样 艺人嘛 明白 就像就是 你得各方面都发展嘛 你艺人艺人 艺与常任嘛 明白 对吧 所以像我嘛 我就会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很好的编辑 我就是一个作家 然后我还会 以后我还肯定是会 有一些教师一样的工作 我会去演讲 我会去讲课 破宽自己的 破宽自己啊 因为人生都是实验啊 你实验失败 又怎怎样呢 那也 增加了你 换个实验继续做 你实验是什么 我们老实说 实验就是你有给定的条件 然后给定资源 然后有一些 那么多事迹 你相互混合嘛 资源混合嘛 是 跨界混合嘛 那你看 我一个作家 他不是来跟你一个歌手 一起接摸了吗 对吧 就是 就是我就觉得 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接受 你要放开自己 打开自己啊 是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会认识 那么多跨界的朋友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就像苏东坡一样 光是写在他文字里的朋友 都有一千多个啊 对 那是多么大的积累啊 所以朋友都是资源 就是财富啊 你 你不要导致局 现在一个个小问题上 说我要去考编 还是我要去工作 什么的 你考 你想考 你就去考嘛 你想考 很多人都是考这个考那 不是B站上 前十条嘛 前七条都是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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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三条是 哇哇哇 对不对 就是 百分之七十在考试 百分之三十在释放自己 大家都是那么努力的 在教授自己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 实在太棒了 我以前都没有这么卷的 我又觉得我我以前就是 我们很很就是 自己想读的书读一下 对吧 然后想做的事情做一下 反而是比较佛系的 但是这一个佛系的事情 你坚持很多很多很多年 也是很难的 但是现在的人都那么的努力啊 我考这个考那 考职业什么诗 什么诗什么诗 各种诗 如果我就觉得 大家真的是奔发了 好多的能量 在追求或者寻找 自己的道路上 这种这种力量 这种道路 只要你自己内心 是有核心的 是不会百分的 我相信努力都是有回报的 只是 只是 时机 时机 对 时机很重要 就是 就孔子都说嘛 很多人都说要坚持 道道道道道道 但是很多人坚持 一个月就不想坚持了 那你还有什么道可言呢 对吧 中庸之道也好 什么道也好 那你就关键是坚持嘛 任性嘛 然后你就一边去做实验 一边坚持 这实验里面 你觉得对你人的能量 好的那个部分 继续去发扬光荡 对 而且我觉得开启一项新的人生实验 不一定说咱们要笨的这个结果 它百分百会实现 是 我们开启每一项实验 它是个新的人生阶段 是个新的人生过程 它并不是为了实现而去做 而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收获了什么 哪怕最终我没有实现到 我想要的结果 但起码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计算的经验是不会白费的 因为一个新的阶段开始 一个新的实验开始也好 它一定是有经验诞生在你的身上的 是 你这些东西留在自己身上 它甩不掉 你想忘都忘不掉 因为它会让你撞到 相当于你撞了墙了 你知道那是痛的了 难强 对 你下一次再开始 你起码就不会重蹈之前的负责 这起码就是 没事 这起码就是比之前进步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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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节奏 咱们就是出现了一个耳机掉的情况 没关系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耳机掉了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的网友说 他要不要选择 怎么了 没有 我说 就刚才大家 就是你们俩 所说的这个实验这个问题 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看那本书 叫《臣服实验》 就是Michael Singer 对 我觉得这本书讲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 对 我们没有办法去译测 陈子的陈 对 陈子的陈 服务的服务 实验 精陈的陈 对 就是 他就是 不管你未来遇到了什么 就是去接纳他 去打破自己固有的这种思维和局限 和打破自己自设的这些牢笼 以最开放的这种心态 去接纳你所要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 大家可以可以了解一下 对 不要不要去排斥新事物 也不要把他当成困难 想象他就是要吞掉你的那只大怪兽 你先进去再说 对 最初你要做的是说服他吃素 从他嘴里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网友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曾经演变过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选择大城市打拼 可能在大城市没有结果 回老家可以过安稳日子 但是挣得太少了 也没有对口工作 对 李老师想听一下您的这个问题的见解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刚才啊 就是这个选择的问题其实比较类似 一方面我觉得可以 根据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sign模型 或者我改变的这个sign模型 这个来去了解一下 对对 自己的这个 潜力在哪 就自己的这个潜力怎么能够符合 就是如果你在大城市也好 还是在这个回到自己的老家也好 就是怎么样能够活得 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 你觉得自己是能够让自己更满意的 那么其实有还有另外一个模型 也可以去分享 就是可能学过管理学的很多的同学 肯定也对这个波特的 很著名的企业战略分析方法 SWOT分析也很不陌生 这个就是叫做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还是通过 对企业内外部的这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企业的一种战略和他的行动计划 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对个人决策 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把它改了 改了一下叫做是我的方法 叫做swat 是我的 因为这个方法如果是 是我的 对 SWOT 因为就是如果你把它掌握了 就是你的了 比较容易记住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这位同学 可以自己看一看 SWOT是拓展开来的问题 就S表示strength 就是你的优势 对 不是不是 S表示你的优势 strength yes W表示你的Venix 就是你的劣势 O是opportunities 弱 有什么危险 对 就是叫swat 我把它就中文 我就说是我的 比较好记 那么其实 是我的 对 看看自己分别 比如说你在大城市 小县城生活和工作 它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劣势 然后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下 对自己而言 有哪些机会 有哪些威胁 就是哪些不好的 可能产生的一些 负面的这种影响 然后再结合 之前所说的歌唱模型 分析一下你的潜力在哪 然后你就可以得出一个 比较好的结论 但是也要记住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是异常不变的 因为这些情况和条件 都会随着你自己的时间 和阅历的变化 这个结论也需要去做不同的调整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再进行 重新的这个选择 就像刚才随随所说的 反正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大的实验 你可以尝试一下大城市的生活 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小城市的生活 就是人生在折腾 有时候 但是也要记住 就是你可能 也不是每一个选择都是必须的 就是要看 要分时事 就什么时候该做这个选择 是否你的这些条件 环境都已经变化了 那么你再做一个新的这种抉择 我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的 我想听听看随随老师的看法 我觉得我读了一本 最近女性主义比较流行的书 是上野千赫子和通口 他写的他们两个对谈里面谈到的 就是说就是人要有一种那个你即使做了轮椅也想坚持的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一点 就是就是你如果有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你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呢 死心安处是我无相啊 就是这个这个自己内心安定了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你在大城市也好 在哪里也好 就像我 我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工作 我在哪里工作 我去了哪个地方 我还是读书 写作跑步这三件事 然后去在杭州也是 在杭州乡下也是 去乡下调研也是 以前去西部调研的很多 那也是 所以所以就是关键你自己要什么 决定你最大的人生变量的是什么 比如说很多人去大城市打拼 都是为了自己的女朋友在那里 所以他就去了 然后为了去小小城市 也是为自己最在乎的人在哪里 所以我就觉得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以及你最在乎的那个人的 就是你最在乎的 然后综合他们的意见之后的结果 就是毕竟现实生活跟理想生活 还是要相互切换的嘛 你不能太自我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呢 不要当成是硬件条件 而是当成是一种机缘 我就觉得有些人做事也能够做成功啊 比如说我最近跟人去了一趟广州出差 然后遇到了一个做男装的 男装 做男装的清华的校友 然后讲清华的校友 他怎么会去做男装批发这种工作 感觉专业不对口的 对很很不对口 但是问了一下就是因为他太太在广州 所以他们就就是结合了一下自己的优势 之后发现这个传统行业里面 哎我是有发挥空间红海里面可以找到蓝海的啊 因为没有人这么去研究过数据 明白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 利用自己的优势 然后嵌入到你以为很传统很传统观念的领域去 那那就是那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些条件就是不是说你随波逐流的哦 我要去大城市或者是小城市这么大的范围里面考虑问题 明白就是把问题想的太大了 我们精确一点 比如说我那我我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自己事业的综合体来考虑 我觉得大城市对我更好 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在这里面找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 跟他们跨界跟他们一起做很多事 还有就是那个那个校友的选择 就是他因为他的太太在那里 刚好他凭借他的能力去嵌入到一些事业里面 所以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具体的问题 而不做大的判断 什么大城市小城市与我何干 而是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让传统观念阻碍你的内心 就是非得是幸福就好吗 痛苦就不好吗 还有就是痛苦的时期你不能你就一定得痛苦吗 你一定有这个执念吗 你痛苦的时候也可以笑呵呵也可以幽默 刚刚李老师说了吗 人生就要折腾吗 可能折腾对于当下来说是痛苦的 但没准你折腾这一番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也不一定 我们关于选择我们有在直播间看到一个弹幕 有位朋友说其实我今年毕业但是我觉得工作好累 目前呢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运营 且目前公司那边是想给我升职成运营专员 但是呢我身边很多朋友趁着毕业这段时间想空就是休息一段时间 对我也想我想我也gap一下我也休息一下 我觉得其实刚刚呃李老师有提到自己有最近在休病假啊 这其实也是gap的一个一个情况他就是对我这么理解啊 这样的空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成电期对是黄金时间 因为你永远会在忙碌的时候你会忘了去提升自己 或者是说你想提升但你真的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或给自己充电 我冷静地想想自己过去已经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 我觉得趁着毕业这段时间也好哪怕你生病了呸呸呸 哪怕你生病也好我觉得gap一段时间不是一件坏事啊 自己其实有时间让自己去思考有时间去提升 我觉得这个是很幸运的对因为有时候不是你自己主动决定的 有时候就是像可能你请假呀或者是病假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回去 但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在你们身上啊 但我觉得你主动去选择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也是蛮好的 因为就这个我觉得李老师很有发言权 因为他现在就在这个阶段对吧李老师 对祝福一下这位朋友 嗯我觉得这个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自己的内心 嗯这是很最自然的状态 人是内心需要什么其实是最自然的状态 是祝福你祝祝你祝福你 祝福你然后这弹幕上说随随老师的微博叫什么 我没有微博 因为李老师的微博就在这个这个我的连麦间 大家可以关注李老师 然后还有直播间的弹幕在问说这一节课下课以后老师们吃个午饭吧 我待会那个随随老师可以吃个午饭 我今天早上吃挺多的 我在中午就不吃了 我太辛苦了 是 没有没有 不过确实我想补一句 我们今天和我们李星星老师 李老师您说 没有没有我就说就是刚才说了很多哈 我是觉得有点非常重要就是每个人哈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所以要把握清楚 对因为无论你在那个阶段你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后悔 因为那是那个时候你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是根据你当时的这种境况 你当时无论是谁起到了任何的这种作用哈 有些人可能说我爸妈又是说了我我必须要怎么样 我又是为了或者我女朋友怎么我男朋友怎么样我家庭怎么样 所以使得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所以我好后悔呀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当那个时候你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没有必要就是其他任何人只是一个外界的这种力量和因素 你当时的认知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就是你所能够考虑的这个范围 你可能会认为当时爸爸妈妈的说话权是最重要的 或者是你当时的女朋友是最重要的 就像刚才学生说的对不对 就是你要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负责任 而不要去反反复复要说后悔 我就想最后提那么一点建议 现在的你是为了当时 对 是我就是说 现在的你啊 永远是为了当时的做出选择后的你来就是不能叫承担后果 而是履行那个过程的 所以如果你后悔 那过去的你也是你 你可以在现阶段你做出改变就可以 当然你也要考虑到未来的你会对现阶段的你不满 这个这永远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肯定会要的 是的 没错 我们也感谢李欣欣老师今天和我们连麦聊关于人生的选择题这件事情 非常感谢李欣欣老师的慷慨分享 我们也很开心在过程当中听到了一则受益剖锋的绘本故事 谢谢博远 谢谢水水有这样的机会 对 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拜拜 谢谢 辛苦了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人生选择题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在人生选择上我发现我也蛮做了蛮多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蛮狠的选择 因为之前我和徐老师有深度的聊天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 是 然后聊到了很多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 然后 然后我们当时在聊到 其实当时聊的蛮 就是像宇宙都聊出来了 对 像是聊到宇宙了 就是像宇宙都聊出来了 对 像是聊到宇宙了 对 像是聊到宇宙了 但是其实最最根本的是聊关于自己 我那时候是聊我选择就是人生一些经历的问题嘛 就是可能那时候徐学老师和我就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就聊了一些为什么会 因为说实话很多做我现在这个工作的训练生也好 割手也好这个工作的人可能大多是从小啊 或者是说选择的问题 然后 然后我们当时在聊到 其实当时聊的蛮 就是像宇宙都聊出来了 对 像是聊到宇宙了 但是其实最最根本的是聊关于自己 我那时候是聊我选就是人生一些经历的问题嘛 就是可能那时候徐学老师和我就是第一次 一些为什么会 因为说实话很多做我现在这个工作的训练生也好 割手也好 这个工作的人可能大多是从小啊 或者是说从年少的时候 可能他就有艺术生 或者是说他说要去学这方面工作 他才会去长大从事这方面行业 而我的话呢是基本上到我文化课上了本科 本科毕业之后 我才有时间和机会去选择 相当于是有点怎么说 是选择的问题 然后 然后我们当时在聊到 其实当时聊得蛮 就是像宇宙都聊出来了 对 然后但是其实最最根本的是聊关于自己 我那时候是聊我选就是人生一些经历的问题嘛 就是可能 那时候学学老师和我到了大学里面学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转身 投身到了一个 我尝试在大学这几年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接触的一个工作 我只凭自己的喜好 但是我进来之后又发现 这个跟刚刚水姐说 水水老师要展现一个可能把我自己在镜头前也好或者生活中也好 我一个我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大家可能在我身上能够找到他们想要成为的一个方向 或者我有他们没有 或者是说我们都有的一个特点 大家才会认可我才会为为我就是有线下的支持啊 或者是说有这个工作上的支持我才能这工作才能循环进行 那当时水水老师和采访到我的时候也问到 也当时也问到我说做这个工作最就是一点 大家才会认可我才会为为我就是有线下的支持啊 或者是说有这个工作上的支持我才能这个工作才能循环进行 那当时水水老师和采访到我的时候也问到 也当时也问到我说 做这个工作最 或者你的选择是什么 但当时 老师当时我好奇 当时因为我们是采访的那个情况 就你一股脑的问了我很多 我一股脑的回答你很多 但是我没有反过来问你 你听到以后 你对我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大家才会认可我 才会为我就是有线下的支持 或者是说有这个工作上的支持 我才能这工作才能循环进行 那当时学学老师和采访到我的时候 也问到也当时也问到我说 做这个工作最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迷茫过吗 或者你的选择是什么 但当时 只是通过老板评解 就是他口中的我 说了我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没有问过你 我在你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关于选择这件事情上 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认识你更久 因为当时16年的时候 你那时候更久 对 早于有老板吗 哈哈哈哈 就是我认识你们了呀 我去看过你们在 ZeroG的时候 那个潜水丸的演唱会吗 的各种状态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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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还有一个剧 啊龙 对龙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个跟你们去握过手的 龙那个时候 就是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们了呀 我去看过你们在 ZeroG的时候的 那个潜水丸的演唱会吗 的各种状态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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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还有一个剧 啊龙 对龙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个跟你们去握过手的 龙那个时候 我是去唱了现场 是是 我没演你演握手的是演的那个一戏声 哦那反正我是老早就知道你 而且知道你这个副队长有多么的体贴 有多么的能够管理大家的这个队伍 就是反正我对你第一印象就是 你们了呀 我去看过你们在 ZeroG的时候 那个潜水丸的演唱会吗 的各种状态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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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还有一个剧 啊龙 对龙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个跟你们去握过手的 龙那个时候 就是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没有 没有 你这个副队长有多么的体贴 有多么的能够管理大家的这个队伍 就是反正我对你第一印象就是很温和 嗯然后很能处理各种各样的细微琐碎的事儿 然后又有又有这种爱心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就是第一印象的 但后来就觉得你突然间就是 就是这印度火了之后 对印度完火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你们了呀 我去看过你们在 ZeroG的时候 那个潜水丸的演唱会吗 的各种状态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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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还有一个剧 啊龙 对龙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个跟你们去握过手的 龙那个时候 感觉里面就观察里面 你认识的比较早 就是那么一步步走过来 而且他他是走过来 包括你以前追悟的那个状态里面 你说你在上学的时候 然后又去各地去参加比赛啊等等啊 从来没有放弃